将灵七第三主日 以年 施恩的喜年进了 伊萨伊亚六十一章一到两节 十到十一节 德撒洛尼人前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 若望福音一章六到八节 十九到二十八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 读经反省 2023年12月17日 耶稣基督 今天是将灵七第三主日 按教会的礼仪习俗也叫喜乐主日 Go that Sunday 原因是天主将来救赎的时刻快到了 这喜乐的气氛在教堂的将灵圈 Advent Reef显示出来 因为今天点燃的蜡烛是粉红色的 代表喜乐 教会里以上的这些小小安排很有趣 也很有意思 喜乐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 也是天主 我们的慈父愿意给我们的 但似乎不是每个人都喜乐 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的读经给我们一些提示 我们喜乐的缘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在今天的福音里 喜者若翰为将要来临的光 基督作证 但喜欢黑暗的司机和类为人刁难他 追问他 你是谁 他们想知道的不是若翰的名字 而是他跟谁有关系 他们要知道若翰如何评估自己 今天我们也急这个机会问问自己 我是谁 在第二篇读经里 保禄宗土提醒我们 人的生命包含心灵和肉体 肉体这一部分 应该不会有任何人否认我们要吃要喝要睡觉 从肉体上来说 我们和其他动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圣经也很象征性地说 天主创造人的时候 是用地上的灰土 跟其他动物一样是从尘土中被造 创二期 十九 将来有一天 百年之后 人的身体也会归回尘土 人啊 你要记着 你来自土 将也要归于土 但人绝不是只有肉体的 人的未来也不是这样悲观 可惜不少人是这么想的 他们认为 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感官的满足 他们的天主是杜富 只思念地上的事 匪三十九 若人只是看到肉体 现世 真是太短事了 我们人不单有肉体 更有不死的灵魂 这灵魂就是在创世纪象征性的描述里 天主从尼土中造了人之后 在他鼻孔吹的那口气 创二期 其他动物没有得到成为天主肖像的这口气 创一二十期 这口气 使小明不单单像他的小狗狗一样 能吃能喝能睡 更使他能做小狗不能做的 如被口诀 算加减成除 星期五守斋日 放弃吃糖果 甚至仰望天上的繁星或落日的鱼棍时 能产生惊讶 赞美之情 但除了每个人都有本性的肉体和灵魂之外 基督徒还有信仰的恩宠 这恩宠使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成为天主的子女 获得天主子基督重生的救恩 获得这样的红恩 我们怎能不喜乐 就像今天读经一说的 我要因上主而万分喜乐 我的心灵要因我的天主而欢悦 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 给我披上一德的外衣 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 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 我们甚至是天主的新郎和新娘 在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国里 在这救恩最完满的地方 我们以化为尘土的肉身都要复活 成为没有病痛 没有瑕疵的光荣身体 那造化我们的天主一定会在各方面圣化我们 独经二 甚至神化我们 因为我们将与基督共赴婚宴 和天主永远结合 享受无限美善的天主与无穷事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真实的 叫做信仰的确定 因为照叫你们的那位是信实的 他必付诸实行 独经二 天主的忠信和许诺 是我们希望和喜乐的缘由 但这喜乐是不能只藏在自己心中的 它一定要变成像喜者若汉一样 在旷野中 在高山上喜乐呼喊的声音 修植上主的道路吧 在我们灵喜的时候 上主的神灵到我身上 给我付了由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 治疗破碎的心灵 向俘虏宣告自由 宣布上主师恩的喜年 独经一 我们曾是沉丁顾及的病人 现在康复了要去做医生 是中了乐透头彩的乞丐 现在要去做大慈善家 是获得自由的俘虏 现在要去劝人珍惜自由 天主照叫我们做基督徒 是要给我们一个使命 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喜乐的人 因为他活得有意义 他知道他是在帮助人归向天主 也帮助天主进入人的心 传报喜讯的人自己一定会更加喜乐 不要忘记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施恩的喜年尽了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